章话养殖协会 章话县野脑学会 章话县环境保护联盟 与江滨工业区管理服务中心 共同主办 2019章话全海岸减速联合浸滩活动 22日在北深港线西 中福星方苑 南大城以及张滨工业区 鹿港线西等四区联合展开 浸滩范围北从大渡西出海口 南到浊水西出海口 号召彰化县市 约300余个民间团体共同参与 因为每年的这个塑胶 进到海洋有大概800万吨 那我们看得到的5兆多个 这个海面上的东西 实际上是海面下的东西 更是不止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期待说 期许说我们所有来浸滩的朋友们 那你能浸滩 然后亲近这个海岸 然后进而大家一起来守护这个海岸 那这次真的要很谢谢 我们非常多的这个志工朋友们 大家呢这个新手相连 一起呢来看顾我们的海岸线 那总彰化县的海岸线总共有39.6公里 那现在有19个单位固定有在任养 那今年呢我们到8月份已经有做了102次的这个浸滩活动 总共也清出了111顿的这个垃圾出来 那我相信透过大家的这个浸滩 我们把让海洋更加的干净 让我们这一些海洋的生物 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场域来成长 那当然我们自己的环境也会更好 那让我们一起来洗手 教育下一代 跟我们一起来这个守护我们的这个 台湾守护我们的海洋 全世界的人都认为台湾是一个最友善 而且最适合人居住的国家 所以我们今天有220个以上的社团 参与这一次的浸滩 那我们希望浸滩以后 可以让彰化的海岸变成全国最漂亮的海岸 然后借于这样的一个情形 可以抛砖引益 让全国各县市都能够一起来浸滩爱台湾 浸滩活动集结了中央地方政府 以及民间团体的力量 约有6300多位大小朋友一起来关心 宣导民众减少使用吸管 塑胶袋和宝特瓶等塑料 减少垃圾对海洋的伤害 一起守护台湾的海岸 海豚这些小动物都会吃我们人类制造的这些塑胶石 然后吃到它们 它们就没办法生存下去 所以我这活动就是想带小朋友 他们知道不要乱丢 把这些塑胶垃圾丢到海岸 造成它们没办法生存下去 我们制造的垃圾实在是太多了 想说带小朋友来 来捡让他们知道 这个大家制造垃圾有多多 然后也需要 大家一起 6000多人来一起捡垃圾 那是很棒的感觉 带小朋友出来看看 海滩我们的海岸线 目前是什么状况 以后还知道懂得做环保 人类每年制造1亿吨塑料垃圾 其中约有800万吨流入海洋 这些塑胶垃圾所释出的塑胶微粒 会影响神经系统发展 以及内分泌系统 为了避免微型塑胶 从食物链及饮用水进入人体 在每年秋季期间 彰化线都会举办大型进海与宣导活动 让民众体会人类破坏大自然的严重程度 反思这些海洋垃圾是怎么来的 进而影响民众改变消费习惯 少用一次性产品 保护海洋生物的生存安全 展现大手牵小手联合静谈爱台湾 公益频道徐维珍 方议院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